是前兩年缺氮導致氮價攀升 不過今年雞蛋產量卻是過剩 氮價已經是連四周下降 不過市場需求卻持續疲軟 南部有業者 最終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拋售 屏東養豬業者也證實 確實有業態氮 因為存量過多被拿來餵豬 臺北市氮商工會就呼籲餐飲業者 適度降價以拉臺低迷的買氣 雞蛋打在尖盤上 煎出漂亮的太陽蛋 雞蛋不只是早餐店必備的餐點 像是鵝仔針也不能沒有雞蛋 一年多前曾經缺氮導致氮價飆漲 現在卻因為雞蛋產量過剩 多的雞蛋拿來餵食豬汁 到消費者這邊我沒有覺得便宜 我幹嘛多買 你量又在那邊 然後我消費者 我會覺得這樣還算貴 我不要多買 那完蛋了 那就多了蛋 一定多啊 多了就拿去餵豬 要調節 不是要餵豬 一定要調節 不是要餵豬 近期蛋價已連四週下降 本週雞蛋產地價和批發價 再跌三元 每台金分別跌到二十七點五和三十七元 創下近三年來行低 產量過剩 買氣不佳 雞蛋堆滿冰庫 讓業者面臨不小壓力 這邊財產養的數量是比以往年多 我們臺灣有個疫區也不能外銷 所以只靠內需 內需這個量已經超過十二萬五千六千了 七千香都有了 這個這個 這個都沒有辦法去消耗這個量 雖然目前雞蛋供過於求 產地跟批發價都降 但大部分小吃店的蛋類餐點 卻沒有因此降價 餐飲業者進貨降價不多 又擔心價格隨時波動 只能維持目前定價 消費者又因為價格沒降 也就不會多買 勢必得解決雞蛋產量過剩的問題 我們縣政府也會持續來輔導 我們的畜牧場 我們的養雞的業者 來進行我們的那個 老母雞的這個汰換 那維持我們產量的穩定 隨著夏季來臨 雞蛋消費進入淡季 接下來學校放暑假 團膳停止供應 雞蛋的銷量還會再減少 臺北市蛋商工會表示 當前唯一的解決辦法 唯有降價反映給消費者 來刺激買氣 記者這位劉維靖 非常重要的報道